事實上我是比較喜歡一半進來 因為一半進來配合你的責值比較容易 如果你五分之一進來 你其實很難找 這是我一點點不一樣的看法 那我今天其實非常的關客 跟我原來的預期有一點落差 就是說其實我很欣賞一針的表現 可是我沒有想到他是這樣教的 因為其實他這樣教是 是把一個分數最重要的概念很清楚的呈現 他是很樸實的把整個命名活動帶的很好 我比較好奇是說 你這樣教學在你們學校竟然帶的學生 我就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你這樣子教 我覺得非常在整個命名活動 其實非常清楚 謝謝 其實我解釋一下那塊 因為我第一堂課不是這樣教 我真的是歐白 然後我請了一些老師幫我的內觀 看學生的反應 然後他們後來一課的時候跟我講 他哪個地方我其實講的不清楚 然後我又再才又再重修 所以 這一個啊 我早上又再上了第三次 這一個跟早上上的很像 我前兩個班受挫超大 一回去就很想哭 但今天早上第三個班 修成這樣去上的時候 然後我有被他們那個班鼓勵到 他們那個班 當我修成這樣 那個班出來 也超好 因為那個班下課了之後 那個老師還跟我說 他們下課小朋友 聚在那邊啊 就拿出他的餅乾 一包那個 裡面是小豌豆的那種餅乾 因為我最後紀錄也是讓他們 數離散量的部分 然後他下課的時候 他就拿出那包餅乾 開始在那邊 這裡是七十分之二十 就很爽 就爽到 對 那我自己其實很喜歡這樣的教學 就是他對數學的意義 是很深刻的去探討 學生對分數整體的概念很清楚 那不過啦 我有一點點建議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教學 可能學生會以為 因為其實有一直在 在強調整量的一 這其實在分數裡面是重要 因為分數裡面其實探討的是 整體跟部分量的關係 那在這一塊上 其實我覺得搭得很好 尤其在DD捷克 不過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有一個圖形 或幾個圖形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完整的一 對不起 不是一個完整的圓 或者什麼 而是這樣子 比如說扇形 因為我覺得 一不一定是一個完整的圓 還是什麼 如果說今天有類似這樣的圖形 給他擇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那這樣的話 其實學生會知道 那個一不是局限在 一定是正方形 一個完整無缺的那種圖形 那這樣的話我會覺得說 後續在延展的時候 學生比較不容易產生 先前印象的迷思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有注意到這個小朋友 好像你在跟他講說 他那個圖形不太對的時候 他好像一直 奇怪覺得怪怪的 因為其實他擇的是這樣子 他擇這樣 那要找四分之一嗎 如果今天他是這樣他其實是四分之一 而且是會搭上以後的等值分數 那我看好像法律碗不對的時候 我看他一直 奇怪 因為他一直覺得好像要出來了 他有一一點點不太出來 然後後來又帶別的活動 所以其實在教學上的樂趣是在於 學生堂上有一些不一樣的出來 不是我們所預期 這個就是教學的樂趣 那剛剛鳳朱老師有提到的就是秘密活動 就是讓學生去創 那個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來帶這個秘密 我不會一下子就出來二分之一 我也會讓學生去秘密 那一半我究竟要怎麼秘密他 然後就會小朋友就會有很多的 譬如說全部的一半 什麼的什麼什麼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進來 你就看到樂趣 但是最後當然 你還是要給他一個 試試的大家告訴他 說全世界共用的語言是什麼 那邊 那整體我其實很喜歡 今天的教學 因為其實我最喜歡的教學就是 他跟概念是很深刻結合的 好以上是我的說明 謝謝 謝謝成員主任 成員主任幫我講了一個重點 因為我去研究那個指標啊 我們那個先生老師來跟我說 在分數的地方 他要帶圓形模型 他要帶線形模型 所以我們才會有圓形分數板 跟長條分數板 可是他在一開始定義的時候 我只能先從圓下手 我已經做到了正方形 然後其實各位如果留意啊 我有刻意放 這個 是為了讓他跳到線形去 然後他們剛那一串這樣帶下來 他從這邊跳到線形去 他其實還蠻順的 然後最後給他一個三角形 那個扇形也很棒 扇形會更好 因為他更難直接有碟去切他 對這個很棒 然後在第二件事情是 他們摺這個啊 我四個班都有人摺這樣東西 他們很自然摺這樣 所以我前面上那三個班啊 我以他們給我的感覺啊 我們討論到的 他們其實是就覺得摺四遍 他就是分四份 然後還有一個跟我說 他就是這樣 他看不 他摺成這樣 他看不回 他就說這裡就一二三四塊啊 很清楚一二三四塊 他看不到我們完整的一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我們學校的時候 我在課堂上 我就幫他做這件事 我幫他打開來 然後請他看 這是完整的一 然後你摺的摺線是這樣 我只是我要故意強調 你是要 你是切成 因為摺線就是為了要切他 你是切這樣 我把他的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只是幫他把他做的事情 有一個句子描述出來 你是切這樣 那請問這樣有沒有 在完整衣裡面有沒有被切成四份 沒有 他們做這件事情啊 我在我們學校看到學生的感覺 他給我的感覺是 這就四塊 所以他是四份之間 但是他那個完整的一不見了 所以我是用這樣去澄清他 對啊 可能就是 這就是上開桌子也不好 上開桌子之後他就會這樣 然後就直接這樣 我就沒有再追問 他是什麼 對啊這塊我可以 我那謝謝成員主任的提醒 我應該再多注意 好 我看今天也差不多了 最後就要提出一個問題來了 大家講越多的時候 這個當然是 一個當然是能夠知道 我們可以來旁邊可以再注意到的 但是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 剛剛這個意見都記得了 校長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去那邊打斷校長的話 真是假的 校長不好意思 剛你提到 剛提到那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其實他們這個班 有一樣東西沒出來 我其他三個班都有出來 我在講分數的時候 他們一直跟我說 我說為什麼二分之一要寫 二要寫在下面 一要寫在上面 每個班都有人跟我說 因為分子要比較小 分子要比分母還要小 他們所有人都講這句話 分子要比分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分子分母還要 如果說 那個 我問了什麼 就是 欸我問了什麼 喂 喂 對 是 我到底有問了什麼 可是他們都會回答我 分子 因為分子就是要比分母小 重點不知道我問了什麼 重點他們三個班都回答這句話 當下 我該怎麼回應他 因為分子比分母小 是現在他們出認識分數的時候 如果要帶分數也是 整數沒辦法描述的時候 我們才發明出分數 那所以他在最開始 我們給他真分數 那他確實比 分子確實比分母小 所以他現在講這句話是對的 可是這句話到他後面是錯的 然後可能說這個問題 可以留給各位老師 你回去想想看 如果你 如果你們的學生 一定會出現這個問題 他們沒出現 不知道是因為我問話 沒有讓他們 因為我刻意 問不要讓他們回答 休我的問訊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太緊張 還是我問話 讓他們沒有機會達到這句 那我相信這個疑問是在他們心裡面 只是他如果在課堂上丟出來 你該怎麼回答他 好 問題一定還會很多 會越拋越多 因為數學是永遠解決不完的問題 是這樣子 那因為今天時間到了 不過大家聽完這堂課還記得 我們不是突然間出現這個關課 之前是不是有備課 你們是不是有自己在備課 看完這一場的關課以後 希望你們回學校 也幫你們備課那些東西 能夠寫一個簡單的類似項 要教的一個檢案 自己教教看 如果你覺得需要做專業成長 也可以請你們學校老師來幫你看 就這樣子 就是我看你看 那期待這一次晚以後 大家真的回去 真的教教看 那我們下一次的綜合作談 把你們所教的 你們可以拍影片 或者是問題帶過來說 我在教出現哪些問題 來我們來綜合討論一下 一定回去要自己再教 要不我們每一次來那個辦了研究 回去都講 聽了聽了覺得很好 好是你拿我回來做我的事情 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專業成長 希望從我們的備課 一直帶這次的觀課 我們輔導團先試完一次 經過這堂備課 他會花很多時間在備課 好呈現最後一個教學方式 然後 觀完課的時候 再來就是回來 就是大家來做我的討論 所以下一次的做我的討論 就是整體 各位老師來的共同的 來議你們那個觀課的一個 和各種問題 好不好 今天希望給大家 帶來一些 新的不一樣的刺激想法 謝謝大家